土豪一家又发起挑战 这次他在老妈的卧室里建了一个游戏厅 并和老妈用游戏机进行比赛 赢得人将获得1000英镑的奖励 土豪骗老妈要做一个假的挑战 不下车在十家餐厅里给土豪购买食物 老妈成功地被支走 土豪和老爸则要在两小时内 把老妈的房间改造成游戏厅 土豪和老爸来到卧室 两人计划把老妈房间的家具 都挪出去给游戏集成地方 这时土豪突然说自己要去做早饭吃 让老爸自己搬东西 老爸拒绝了他 只见老爸用力搬起一个沙发 土豪则在身后拿着一个靠垫 老爸任命地清理房间 再看老妈这边 还在继续他的假挑战 老妈来到麦当劳 给土豪点了一个巨大的汉堡 结果忍不住诱惑先吃为敬 家里老妈卧室这边已经被清理干净 这时 昨晚订购的接机也送了过来 众人开始快速地摆放起来 老妈这边还在继续点餐 丝毫不知道家里已经大变样了 跳舞机 力量测试机 赛车机 抓娃娃机 棉花糖机 爆米花机等游戏街机 已经摆满了卧室 老妈还在为他的假挑战继续努力 买了大桶鸡块和饮料 这时 他的挑战进行了一半 土豪这边为了更有气氛 又购买了LED彩灯和地毯以及装饰品 土豪和老爸在快速地安装灯带 安装好的房间果然更有氛围 老妈告诉土豪 自己还有两家餐厅就完成挑战了 土豪和老爸快速地 给墙壁上贴上更多装饰品 这时老妈已经完成了十次 免下车去餐厅买食物任务 现在他准备回家 原来用手机打出BBWXNL 是 土豪这边也已经布置完成 只等老妈来参观这个炫酷的房间并完成比赛 土豪希望老妈能喜欢这个房间 不要揍他 老妈抱着一堆食物回到了家 大声地叫土豪来吃食物 并且期待土豪能兑现自己的奖励 土豪和老妈坦白自己并不是驾车挑战赛 只是为了把老妈制出去改造他的房间 老妈懵了 直接扔掉食物 质问土豪对自己的房间做了什么 土豪带老妈来到改造好的房间 老妈看着自己的房间被改造后的样子 大叫着直呼上帝 说这简直太棒了 土豪告诉老妈他们两人将在其中三台机器上面比赛 如果老妈赢了 将会获得1000英镑的奖金 比赛开始 老妈第一个选择抓娃娃机 每人可以抓三次 抓得最多的人获胜 老妈率先开始 第一次抓住了一个粉色玩偶 第二次没有成功 第三次则抓住了一台iPhone手机 老妈看起来高兴极了 轮到土豪开始抓娃娃 第一次抓娃娃失败 第二次则抓出一个爆米花 第三次又是什么也没抓到 第一轮比赛 老妈获得胜利 接着第二轮 两人使用力量测试机 谁击打的力量最强谁就获胜 老妈开始挑战 击打了90分 土豪挑战 直接获得满分 土豪高兴的大叫 和老妈一比一打拼 最后一轮挑战 两人在跳舞机上比赛跳舞 谁的分数高谁获胜 土豪和老妈在努力跳舞 结果土豪不小心摔倒在地 最后土豪获得131870分 老妈获得51360分 老妈获胜 尖叫狂欢 很高兴自己获得了1000英镑的奖金